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专页 欢迎大家订阅 这一段时间日本自民党要选新的总裁 之后还要做国会众议院的大选 对日本政坛有重大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特意请了日本问题参加 郭宇仁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这个日本大选的问题 和石板明夫一起讨论这个情况 那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日本自民党17号发布总裁改选公告 除了先前已经表态参选的岸田文雄 河野太郎与高市早苗之外 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 也抢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 使得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 出现了罕见的两男两女竞争场面 自民党新任总裁极有可能成为下任日本首相 而现任的菅义伟首相则是早早宣布 他不会参与新任总裁选举 所以眼前的四位候选人 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 还有刚刚宣布参选的野田圣子 都有机会登上未来的首相宝座 目前各家民调 河野太郎的支持率都排在首位 岸田文雄次之 而在18到29岁的年轻族群中 河野太郎有着压倒性优势 而对外关系方面 候选人都倾向以更强硬的态度 对待中国 河野太郎原本就是亲美的自由派 而本来亲中的岸田文雄 在宣布参选后 却格外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至于高市扫描 一直都是自民党内的极右派 他经常参拜靖国神社 也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 眼前四强鼎立 学会胜出 9月底就能见分晓 而国会大选则要等到11月上旬举行 记者王浩正理报道 郭老师 你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 介绍一下日本自民党总裁 选举的一些机制 和三个主要候选人的 这个基本状况 然后也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这个国会众议员大选的 这个状况 然后是吧 有什么补充 我们先把这些 基本的日本选举制度 让观众比较熟悉一下 今年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目前有可能的三位候选人 就是已经表态了 也获得这个联署 有通过 第一位当然就是最早宣布 在8月26号就宣布 这个要参选的安田文雄 那第二位就是这个高市早苗 因为他本来连署有问题 连署要20位国会议员 那后来在安倍的协助之下 他连署通过 那最后一位这个决定参选的 是在9月5号宣布的这个河野太郎 那这三位候选人的话 这个安田文雄 因为他是广岛出身 那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在长期跟广岛投下原子弹 所以导致于这个安田文雄 他是比较和平主义者 比较反战 所以他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 他是倾向于用谈判的方式 不是那么强硬 然后再加上说 他是这个自民党内 算是比较属于 玩派系政治的高手 比较重视这个哲聪协调 所以性格上面会比较indecisive 会变得比较柔软 所以他基本上 再加上他个人的这个性格 非常低调 非常低调 所以导致于说 他的名望非常不高 那他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主要的支持的这个基础 第一个当然就是提到 这个派系政治 派系的大佬相对觉得 岸田文雄的路线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然后第二个 这个会支持他的就是工商业 工商企业界觉得他这个 从他的从政经历看起来 他不会暴走 对 所以这是岸田文雄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河野太郎 那河野太郎的话 他这个是河野家第三代了 他的父亲虽然担任过自民党总裁 可是没有担任过首相 对 所以他等于说要完成三代未进之功 那河野他是这个 George Town毕业的嘛 所以他基本上英文非常流利 他是在日本自民党内 少见的美国通 对 他在担任这个防卫大臣的时候 他是可以直接跟这个美国的 这个国防部 这个直接沟通 意见以致性非常高 对 少见的美国派 那河野太郎常常玩推特 因为他粉丝两百多万人 他非常强调这种直接对话 那可是也因为他这种 比较标新利益 在自民党内这么传统的一个政党 河野太郎的做法 并不得到这个派系大佬们的支持 然后尤其在几个议题上面 第一个河野太郎是主张要废核 他不要核电 所以这个这一点对日本的大企业来讲 是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那第二点是河野太郎他支持女性天皇 就是女性的这个皇室 可以去继承天皇位 那这一点 这个是触怒了这个 自民党内的保守派的大佬 那这两点虽然说这个 河野太郎在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面 他有对这一些这个主张 有一点点做微调了 有一点微调 例如说这个他强调历史悠久的 日本皇室跟日语的重要性 可是他还是依然支持女性天皇 然后核电的部分 他是这个有一点点转调 就是有一点变这个变比较柔软 他接受这种阶段性的废核 在确保安全无语的状态之下 可以重启核电厂 所以表示说他为了这个争取 往中间挪动 争取保守派的支持 他在自己的论述上有点改变 那我们也发现说岸田跟这个河野 在宣布参选之后两个人好像有一点点角色兑换 岸田文雄他这个过去的发言一直都非常温和 可是反而他从这个宣布参选以来 到现在重大的议题上面的表态 是比这个河野太郎还要冲 然后反而河野太郎转变保守 对 那这个第三位候选人就是高氏藻苗 那高氏藻苗 这个一般普遍认为是胜率最低的 因为在一般的民调里面 河野太郎他的平均数 就是日本国民的支持度大概是 在27%到29%之间 那岸田文雄只有河野太郎的一半 大概13%到15%左右 高氏藻苗是最低 他的这个popular support大概都只有5%到7% 那他在党内因为就如同刚刚这个 介绍有提到的 他是日本的非常右派的政治人物 对 所以他在一开始连数20票就很难找 对 所以普遍认为说高氏藻苗 这个获胜的几率不太高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依照自民党总裁选的这个机制 有一个有一个tricky part 就是说如果在第一轮投票 就是383位国会议员票 跟383个这个地方党员票 如果这三个候选人没有人可以过半 那就会由前两名进入第二轮投票 就是一对一厮杀 对那进入一对一厮杀之后 他那个游戏规则会完全改变 对 所以这个是大致上现在自民党总裁选的状况 对 那依照现在的行程 如果9月29号投票之后产生 自民党产生新的总裁 那就现在日本政府是有倾向在10月4号 那一天召开临时国会 是 等于说由这个多数党来指明 这个下一任的首相 就是新任的自民党总裁 就会变成新任的首相 然后这个新任首相在临时国会里面 他有几个工作要做 第一个他要发表这个施政演说 他主要的施政方针 然后第二个他要组新内阁 这个还包含要任命 就是政务官 副大臣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冗长 然后第三他必须接受在野党的这个咨询 然后最后他必须 因为时间年底到了 所以他也必须要在预算委员会里面 去这个接受咨询 那这个过程大概最少 最少要10到15天左右 那换句话说 如果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 等同说他可以 新首相可以解散国会 最快的时间在10月的第三周 或第四周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一任的志民党 这一任的众议员任期 是到10月21号 所以非常大的可能性 这一次会超过他们的任期 会超过四年任期 因为最有可能宣布大选的日期 大概是11月7号或11月14号 因为他必须要在周日 对 所以是现在是这个 以上是志民党总裁选 跟可能未来众议院大选的一个情形 石板 你觉得从你对日本这个政局的了解 和媒体收集的信息 你觉得这个三个候选人 谁可能当选 然后无论谁当选以后 对于这个日本的众议院解散 大选以后的结果会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可能志民党在大选中间 实际上不能够拿到多数票 而这个在野党反而出来阻隔的 这种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性存在 那这个会对日本将来跟这个 主要的国家 美国中国的关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菅义伟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把奥运会也办成功了 其实在历史上他会留名的 但是说他的经济搞得很差 疫情没有控制好 所以他的支持力一直在往下滑 在这种情况之时候 安田文雄刚才就是要跳起来向他挑战 自民党基本主要派系都说支持菅义伟延任 但安田文雄跳起来就挑战 这个时候刚才讲的 日本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有一半是靠国会议员 一半是靠党员票 一半是党员票 所以说安田文雄跳上来以后 跟他挑战的时候 菅义伟的声势是越来越弱 他底下这个派系 因为马上就要大选了 这些派系里面 特别是年轻的国会议员 纷纷的脱落的要往安田阵营跑 就这个时候 如果说硬选下去 很难说也许赢也许输 如果输掉 这菅义伟就要辞职 如果赢了也是惨胜 而且会把自民党内的非常 就是说党内很多矛盾都曝露出来 然后呢 然后即使赢了之后 再突入这个大国会议员的选举 中议院选举的时候呢 再也党就非常有利了 因为你过去 我最好攻击 你一年你无所作为 你对疫情控制不了 所以说菅义伟他的包袱非常非常沉重 他选下去就是说 即使自民党总裁选赢了 到中议院选举也能输 这个时候他到底也要辞职吗 对 但是他选在提前一个月 我宣布突然说我不干了 这一下子把所有的死期全部走活了 他不干的时候 他第一个说的什么理由呢 他说如果我投入自民党总裁选举 那么疫情这么严重就没人管了嘛 我说最好是 所以说我要专顾疫情 优先疫情 这个是非常好的理由嘛 让你们来选 我到头我到站我就下课 另外一个呢 跳出来三个新人 都是新面孔 互相通过这个政策机 而且全国民是最关心的嘛 最关心是到底谁上来的话 可能国家不一样了嘛 所以一个月的自民党的 整个的这个总裁选举期间 在野党任何新闻都没有报纸报道了 他就完全叫掌控了媒体 就绑架媒体嘛 媒体不得不报自民党 然后呢 三个主要候选人 不管谁赢 都是新人 都是在选举中非常戏剧性的获胜嘛 获胜之后 他组织内阁 用张三 李四 王五 也都是新人 然后接到天皇的任命 发表新的政策 然后就选举了 日本国民说 起码就给你个机会嘛 我批评你没理由嘛 你没做错什么事 你还没开始做呢嘛 所以说下次自民党 这个国会大选 如果不出一派的话 自民党将大胜 你觉得自民党可能大胜 新人新迹象嘛 大家对新的内阁有期待嘛 在野党没办法批评啊 都是新人啊 他什么也没做呢 他没有自政包袱 对对对 责任都推给菅义伟了 对对对 所以菅义伟呢 这叫舍身就党 嗯 舍身就党 所以说今后的这个 众议院选举 我认为自民党大胜 应该是没有错的 不管谁上来 那么我们讲 就是现在这三个候选人 三个候选人呢 就是说 如果按左中右来比的话 这河野太阳是最左的 就是最左的呢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岸田文雄是中间 高石枣苗是最右的 这个左右呢 就是说 有人说是亲中亲美 这个都是 基本都是亲美 这个温度不一样 但基本都是亲美 没有说像张亚中那种亲中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亲美 但是说 这个高石枣苗是最积极 这个河野太阳稍微消极一点 更重要的就是说 就是安倍路线 右边是安倍路线 安倍路线是什么呢 重视日本的传统 就是比如说 夫妻同姓 这日本多少吗 就是女方嫁给男方的话 要改成男方的姓 当然男方也可以改成女方的姓 在家同样一个屋檐下 全家的所有人要姓一个姓 这是日本多少年的传统 现在呢 就是这是日本传统吗 还有天皇呢 就是说 可以有女性天皇 但是不允许有女系天皇 什么叫女性天皇呢 比如现在天皇的女儿 可以当天皇 但是他当完天皇以后 他要把这个还给他的堂兄啊 堂弟啊 还给这个男性一同 他的小孩子不能记得天皇 这就是日本传统的 这个这个是要遵守 这些是高市早苗安倍他们的想法 和野呢 他留美嘛 留美但是说 他是那个 在是和美国那些民主党那些人混得特别熟 他在邮寺上的老师 就是那个欧尔夫盖特 那个过去那国务卿嘛 他是左派 所以说呢 他是讲的多元化 就夫妻也别 就各方面都不是多元化 而且就比如反核各方面的 所以是两种一个保证传统 一个保证多元的 两种价值观的抗争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个时候 到底哪个价值 现在日本 国民接受哪个价值 这是一个 我们要判断 这个总裁选结果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郭老师 我们谈一下 菅义伟去美国9月24号 参加四方会谈吧 那个菅义伟等于是说 在他卸任前的一个星期 去美国做一个 这个元首局的四方会谈 这个什么意义 代表他希望 这个对下一任 不管是谁当选 在这个大的国际关系 和跟美国关系上面 设定一个方向 说我代表日本去参加了 这个四方会谈 将来无论谁当选 自民党的总裁 和将来日本首相 都会往这个外交路线上 继续下去 虽然说这个 在民主国家很多卸任元首 他要卸任之前 都会有所谓的毕业旅行 可是这个毕业旅行 通常都不是跟未来的国政 尤其外交政策 或安全政策 有重大相关的毕业旅行 那菅义伟这一次 9月24号跟这个 每日印澳跨的这个元首峰会 而且是第一次实体的元首峰会 它的意义当然就相当重大 那换句话说 菅义伟此行 是有得到自民党内 绝大部分的支持 因为这一次去的话 就是锚定未来日本 未来几年 重大的外交跟安全政策的一个方向 那没有意外的话 大概这个主调 还是会维持 今年3月16号 每日2加2 今年4月16号 这个菅义伟跟拜登的这个峰会 他们的这个Joint Statement 就是共同声明里面所提到的 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就跟G7的communicate一样 他提到中国都不会是好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提到 这个病毒的这个问题 这四个国家在这个疫情当中 跟疫情后怎么去合作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会谈到 这个中国用不正当的手段 包含非市场性的这个措施 去干扰贸易跟科技行为 这是一定会提到 然后第三个一定会提到 这个中国 尤其习近平上台到现在 所造成的安全威胁 尤其在这个东海台海跟南海 用非常积极的手段 这个企图改变现状 这个一定会提到 包含他这个今年2月1号 开始实施海警法 今年的9月1号开始实行 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 这一些其实都是中国 试图在改变现状的一些行为 那最后当然就是会 特别提到 这个台湾海峡的 这个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对这个不但是对日本 对区域还有对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性 这一些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跨的这个峰会是一定都会提到 那如果考量到现在自民党总裁选 跟未来的重验大选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比较可能当选的两位候选人 岸田文雄跟河野太郎 其实在这一个部分都有非常强烈的论述 非常强烈的论述 就先讲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他这个真的这个是一反常态 我如同我刚刚有提到 他宣布参选之后 他整个人讲话的态度变得非常主动积极以外 他提到的议题都是在日本这个等于说防卫或安全的这个community里面讨论非常久 可是没有人敢这个直接跳出来主张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日本国防预算 他有一个1%GDP的这个共识 这个门槛的共识 历代的这个内阁大概都会遵守不太 就是超过一点点没关系 可是尽量不要超过 对可是实际上从日本的周遭的安全环境来看 像北韩又打导弹到日本海 那中国对日本在东海上的安全威胁那更不用讲 所以以照日本的安全环境来讲 1%的GDP这个是真的有点少 日本的军费现在大概5兆多日元 大概是460到470亿美元 1%真的蛮少的 如果以欧盟或这个北约的标准来看的话 至少2%以上 对 那如果是2%GDP的话 那可能就日本的军费会到900多亿美元 那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欠制 那第二个这个也让大家非常意外 岸田文雄竟然这个组竟然支持 自卫队应该要发展所谓的敌基地攻击能力 就是所谓的侧原地的攻击能力 这个在日本讨论非常久 大概超过20年以上 那岸田文雄竟然跳出来 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它是广岛出身的 所以基本上它在安全政策上是倾向非常保守 结果它这个上周提的这个主张之后 这个大家跌破眼镜 那所谓的敌基地攻击能力 就是日本在掌握明确的情资 有他国准备对日本发动直接的武力攻击的时候 日本可以针对这个攻击的侧原地 直接去瘫痪它 日本官方是用 自民党内部的草案是用瘫痪 它不是用攻击 瘫痪有非常多方式 你可以瘫痪它的电网 瘫痪它的网络 不一定是要直接用攻击的 当然这个方式非常多 可是最重要的是岸田文雄竟然这样子主张 第三个岸田文雄提到 这个其实是美国跟日本 在美日同盟里面也讨论非常久的 就是海上保安厅跟海上智慧队之间的任务的协同合作 对 如同我们所知道 其实中共很早就把这个武警归到中华军委会 然后后来把海警归到武警 那换句话说 中国的海警基本上 它就是跟解放军是一条边 对 都是军方的 对 都是军方的 那到目前为止 日本海上智慧队跟这个海上保安厅还是二远的 还是二远的 它等于说这个从2012年中日因为钓鱼台的事情有增值以来 日本海上保安厅是用一个厅的所有的资源 在对抗一个国家 对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所以岸田文雄有特别提到 这个要整合海上保安厅 跟这个海上智慧队之间的任务协调 那这一点也讲真的也让我们蛮意外的 那反倒是当担任过防卫大臣的这个河野太郎 他在这个安全政策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多论述 他只有强调这个要强化美日同盟的共同贺阻性 然后要找主要的民主国家筹组联盟 他只有提到这两点 然后第三有关台湾的部分 岸田文雄是非常明确的表态 非常非常明确的表态 这个如果台海发生不测 那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是极大的威胁 所以要加强跟台湾之间的合作 虽然他没有提到怎么合作 那反倒是河野太郎到目前为止 是完全没有论述到跟台湾未来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建议委到美国去开这个Quad Summit 大概那个主调会 这两位候选人 在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这个政见论述里面 大概细节都有涵盖到 石板先生 你觉得从日本的整个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这三个候选人 知名党的总裁候选人 无论谁当选会对日本的对外政策有重大的改变或者影响吗 建议委我听说的是 这个拜登是积极要求他去的 建议委本来不想去 我觉得我国内这么忙 我刚跟大家说 我重视控制疫情 突然给我叫去美国了 这个好像那个不太 但是说呢 美国是拜登是非常积极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还有一点 就是建议委他这一次不是自民党总裁选被人逗下去的 是他把位子让出来的 然后上来这三个呢 其实都是等于说呢 跟建议委个人关系还算不错的 而且就是说建议委不管谁上来的话 对下一任政权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呢 这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重要的征点 不是在国防 不是在对外关系 而是在日本内政的问题 所以说不管是谁上台的话 都会继承建议委的这个路线 其实建议委本人他也是继承了安倍的路线 安倍的路线 建议委这个人很奇怪 他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说建议委只懂内政 然后呢外交是完全是小白 所以大家很担心嘛 因为安倍是个外交强人嘛 对不对 结果建议委一年下来 内政什么成绩没做出来 外交上这个受国 很多这个安倍想做的没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和美日首脑会谈啊 什么七国工业会 这都建议委 结果原来最后才发现 他专长原来是在外交上面 这个建议委去美国呢 我觉得现在日本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说什么呢 美国日本的国际地位 战略地位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美国希望日本在安保方面扮演更多的角色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转 因为过去啊 美国的军方曾经有人说过 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日美安保呢 日美安保是瓶子盖 但是这瓶子盖有很多的解释 有一种解释就是说 把这个瓶子盖呢 是把就是传说中那个恶魔装在瓶子里面嘛 你把盖一打开 日本这条恶魔又出来了 又可以又开始挑事情 又可能把亚洲造成 这个各种各样的混亂 所以日美安保美军住在那 拿瓶子盖 把这个恶魔关在瓶子里面 是这种解释 这是当时美国一直不希望日本再军备的 这是多少年代 1950年代是有这样的 对 渐渐渐渐的 现在特别川普以后 就把那盖子打开以后 赶紧快出来快出来 现在就让日本赶紧出来 扮演更多的角色 因为美国它渐渐往回溯嘛 所以说呢 这个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四国会议嘛 就很明显 美国在后面当老大 围堵中国 中国的东面 负责日本放手 中国的这个南面 东南面是属于澳大利亚 中国的西南面是印度 你们几个把中国给我看好了 不要让它轻举妄动 然后呢 让日本呢 更能积极的 就是说日本过去有和平宪法 其实在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嘛 但是说 大家都说 其实对日本来说 我们都管日本叫单费国家嘛 只有一个经济 没有国防嘛 只有一个费嘛 所以不能做剧烈运动嘛 可以说很多在外交 就没有办法展开嘛 安倍的时候呢 把这个法律 虽然没敢宪法 但做了很多有关的法律 让日本的可以手脚 可以放开一点 现在呢 不如说美国说 你可以这个动作放得更大一点 然后呢 美国 我认为就是川普 到拜登 交给日本的第一个任务 日本你想重新变成一个普通的国家 其实变成普通国家 是日本自民党 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嘛 对 变成普通国家 第一步 你要协防台湾 把台湾海峡 看住中国 不要中国在台湾海峡 轻举妄动 所以在日本最近 大家都在喊话嘛 什么防卫次官 防卫大臣 包括这个麻省副首相 都在讲话 那么 今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一个武将嘛 这个 骑在马上 但是说呢 杀气腾腾 但是仔细看 没拿武器 只业着马将生 这个就是说 去年的防卫白皮书 是什么樱花 富士山 过去都是一种 风花雪月的 这一次就是武将 已经上马了 但是说 还没修改宪法 所以现在还没有武器 但是我们随时 可以准备好了 有这么一个 所以对日本来说 对日本自民党来说 现在这种国际的 大环境 是一个机会 所以说 不管是谁上来 有的人走得快一点 有的人走得慢一点 但是方向 我认为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日本为了变成 普通的国家 修改宪法 在安全保障 国防方面 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亚洲 扩大日本的影响 这个方向 是一样的 高市早苗上海 走得会快一些 河野太港 走得会慢一些 但是说 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 我也有类似的印象 就这一年来 起码是 就是很多在对中国的态度方面 或者说在亚太地区 建立一个围堵中国 对抗中国的一个联盟上面 或者台海安全方面 日本原来是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弟们 但是最近这一年 似乎他们很积极 有很多时候表态 或者甚至走在美国的前面 甚至他们帮忙到亚洲各国 去帮忙动员 让大家说 我们要跟着美国 一起搞一个联盟 这样的感觉 这个石板 你是不是有类似的 我觉得就是很多 就是美国 很明显就是 日本现在一直过去 安倍那个想修改宪法 弄出来的假想敌 就是北韩 北韩天天发导弹 我们北韩很危险 我们要重新修改宪法 重新军备 结果美国卖给日本 105架F35 F35要对付北韩 两架就够了 105架很明显是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的首要目的 其实就是协防台湾 就是首先的战略 其实偷偷的在几年前 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这些准备 现在开始越来越明显化了 郭老师您觉得 有没有这种感觉 的确像石板老师所说的 之前其实安倍从12年底上台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做了非常多准备 当然这个结果是要在印太地区 尤其在台湾周边 要形成一个区域联防机制 那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美国基本上 美日印澳来讲的话 美国是除了没有跟印度 有盟约之外 美国跟澳洲跟日本有盟约 那他跟英国法国都有盟约 跟加拿大也有盟约 所以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一个盟国的话 他必须要有其他的配套机制 可以去跟美国的盟国巧合 所以从12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讲军事合作 三个最基础的军事协议 一个是AXA AXA就是这个物品老物协议 然后GISOMIA就是情报协议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装备协议 这三个其实日本从12年到现在 几乎跟印度跟澳洲 法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几乎都签完了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基础 已经建立完成了 那当然就是在等时机 那那个时机其实就是 今年的2月1号 中共宣布实施新的海警法之后 让日本彻底对中国完全无法信任 非常简单 因为中日在东海的谈判 从2008年开始 一路到2018年 这个李克强访问日本 安倍签了这个海空联络机制 日本本来想说没事 结果中共是变本加厉 对 而且还betray这个agreement 就是我跟你签了之后 我反而还变本加厉 实施这个海警法 允许中国海警 必要的时候这个使用武器 那所以换句话说 对日本来讲 已经孰可忍孰不可忍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从今年年初开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呸变整个大改变了 对 所以如同刚刚石板老师 所提到的 他只是把之前准备的东西 到现在把它放到台面上来 那我自己的观察 最有可能在这一次 菅义伟访问华府 有这个跨的summit 之后应该会筹组一个 常态性的这个 Standing Navy Force Name Force 就是有美日印澳 加上英国 法国 加拿大 德国还不确定 因为下个月要大选 所以你看得到 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 已经宣布要在 这个印太地区常驻两艘军舰 那这一个Standing Naval Force 对不管日本 对台湾或这个中国周遭的 这些国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区域联防机制 郭老师 我们谈一下台日关系 当然这一段时间 台日关系不断地升级 除了日本最近 大量赠送台湾疫苗 将近400万 基于这个台湾人民 当然非常感谢 这样一个状况 那另外在 对于台海安全稳定方面 日本不断地公开表态 甚至于日本的防务副大臣 在参加这个各种场合 也提到日本跟台湾 有一种纯齿相依的关系 从你的观察 日本国内有这么 强大的力量 对于这个跟提升台湾 跟日本的关系方面 最近这么积极的 公开的表态 主持人刚提问的部分 这个石板老师 在上一个阶段 其实有提到 2021年年初 等于说这个 对日本来讲 是一个 Wake Up Call 他终于醒过来了 那这样子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在2021年年初之前 日本不是不知道 事态的严重性 而是他采取的方式 是用跟中共用谈判的方式 那这个非常可惜 这个其实国民党跟老蒋 是最有经验 他不跟共产党谈 就形势都还大好 越谈越糟糕 就到最后就兵败如山倒 所以整个这个日本 从2012年 因为钓鱼台的事情 跟中共搞的关系非常不好 这个过程就是 中共对日本的做法 就是以战逼谈 所以他不断的用这个 用这个军机军舰 用海巡舰去绕钓鱼台 然后逼迫日本谈判 然后再以谈仰战 所以在谈判的过程 中共对日本的施压 又越来越强 对 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等于说 日本完全掉进这个陷阱 那他们不是不知道 只是说这个 还一直认为说 谈判是有和平的希望的 所以才会在2018年 李克强访日的时候 安倍这个非常开心 李克强签了这个蛮多协议的 那到今年突然发现 整个被骗了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如同刚 石板老师有提到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 他有特别针对台湾的部分 去做论述 这个跟中山泰秀 麻生 这个非常多的日本政要的发言 其实有直接症相关 因为他日本这么多年 观察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 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 密度跟这个频度 都增加非常多 是在切香肠 逼迫台湾要接受 这个统一的谈判 那另外一个趋势 是跟这个直接相对冲 就是从川普 这个2017年1月20号上台 一直到这一任的总统 Joe Biden 对台湾在这个军事 跟防卫上的这个支持 决心是越来越坚定 所以日本的预判 在台海周边 发生这个冲突的 美中在台海周边 发生冲突的几率是非常高 那对日本来讲 日本的西南诸岛 就是连到台湾的东岸 是啊 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所以如果台湾真的 发生不测的话 基本上日本是完全没办法 免于事外的 我有注意到一些 这个日本的学者 当然这是从日本 国内的法律的角度来看 如果台海有事 这个去讲说 这个自卫队或日本 不一定会介入 因为没有法源 那我觉得这个是 太学理探讨了 在军事实务上 如果真的台海周边有事 日本完全没办法 置身事外 对 更不用去讲说 这个美国在冲绳 有它在东亚 两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一个加首纳 一个普天间 这两个是美国 在整个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两个基地 在哪里 在冲绳 对 然后距离台湾那么近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对日本来讲 今年年初开始 已经这个 其实以前就看清 时事了 时态了 那今年只是把它 放到桌上 就是跟老公说 我就不再跟你 遮遮掩掩了 对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态势 是这个样子 是本先生 你怎么看 我以为这个 本来习近平去年 这个奥运的时候 是准备要访日的 因为习近平 从来没对日本 正式的国事访问过 当然 今年后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奥运延迟了 所以今年日本 习近平也不能访日 习近平已经有600多天 没有离开中国了 新任的首相 无论谁当选 会有想要恢复 邀请习近平访日吗 这个外交上的话 就是说已经是 菅义员也没有邀请过 但是说外交上 发出的邀请的话 不管换身和首相 都会生效的 安倍是2017年的时候 邀请习近平 这个一直 其实菅义伟的时候 只要日方不说 我上次邀请不算了 这个邀请永远有效 所以中国可以 在自己方面的时候 可以去 所以说下一任首相 我想这个是 应该是还会继续 那么明年的话 是中日邦交50周年 中国现在希望通过 跟日本搞好关系 变成一个 作为一个和美国 恢复关系一个突破口 所以说中国会很积极 展开对日外交 那么日本到底是谁上海 如果是高市早苗上海的话 完全不一样 高市早苗前几天 接受产情新闻的 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说 如果我当选之后 我希望能以首相的身份 去见蔡英文总统 那这样的话 而且高市早苗 他是说到做到的 他这个人是有点 更投心情形的政治人物 他如果真的当选的话 这个实现之后 中国就 比如说习近平仿日 蔡英文仿日 可能比较快一点 那么刚才还讲 就是日本 其实就是刚才 郭老师讲 这个日本有很多限制 这个法律上 当然有和平宪法 日美安保也只能是 保护日本 台湾海峡有事 在法律上 其实很难突破 前不久不是有一个2加2 自民党和民进党 2加2 在这谈 后来我跟一些人 私下交流的时候 我说这个谈有什么用 他说很重要 这个我们有一个好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 他说美国的 冲城堡加首纳基地 我们事先谈 谈完以后 加首纳基地旁边 找一块空地 给它划入加首纳基地之内 然后都说好了 如果有一天 突然间中共 对台湾发起进攻的话 台湾先把导弹 奔着加首纳基地 那块空地打上 打一颗导弹 然后呢 日本本土受到攻击 美军基地受到攻击 日美同时向台湾宣战 一定啊 先打我符合日本 然后台湾马上投降 投降之后呢 在国际法案战争的话 这个投降的 自己的军队要保护的 所以说呢 日美就可以非常名正言顺的 去这个 参战嘛 所以说就是 日本的所有的法律的问题 全部解决 这个是一些小说吧 对对对 所以说一定要谈啊 一定把那个空地说好了 不要伤到人啊 所以说这是这个解决 这个日本法律上的 一个好的办法 当然所以说 日本就是 这个确实台湾这个 是唇亡齿寒啊 但是最后我想稍微讲一点 日本最近对台湾很大的不满 就是还是东北的食品问题啊 这个其实不管 送疫苗各方面 是一件事归件事 但是对台湾 就是对日本的这个 震灾事后的 这个日本东北福岛等地的 这个食品问题 台湾和中国韩国一样 就是不是以科学数据为根据 而是以地域为根据 对 就是拒绝日本食品的问题 这个其实日本的 很多这个 就是政要和官要 其实心里这一点 对台湾有一些不太理解了 他们认为这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是地域歧视问题嘛 对 这个问题希望台湾早日解决了 是 我也是觉得台湾对于这个问题的 这个内部的民意啊 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 一个就是日本内部的民意 当然有两年多以前通过公投嘛 但是公投一般有两年的限制 两年以后可以重新谈这个问题啊 第二对于日本加入CPTPP 有绝对的 不台湾加入CPTPP 有绝对的影响 那第三一个 这个从科学的角度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 都也已经接受了日本的东北的食物 因为他们确实是符合科学标准的 所以台湾这个整个政府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更大胆一些 更这个做的更多一点 但是台湾因为有限制政治的考虑嘛 因为这个12月份要有公投 那个是限制到美国的莱猪问题 那如果那个公投 如果是被通过了 美国莱猪又限制了 那台湾政府再要提出日本东北食品进口的话 可能很困难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台湾政府可能要做的工作还是蛮多的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台湾总体的发展 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虽然说它实际影响的 可能贸易金额是很小的 但是多于台湾一个 信守国际贸易准则的 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 经济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 郭老师你怎么看 我们都知道 2018年的11月 民进党在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 是滑铁颅 输得非常惨 这个执政的县市 习次也萎缩到执政要六席 那在那个整个氛围 当然这个辅导的这个食品 是当时国民党所提议的 那后来也通过 那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议题 当时在18年选前 就已经整个被妖魔化了 被带风向了 那这个对于公投的这个结果 政府当然要遵守 那这个限制到这个2020年的年底 那可是非常不幸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到2020年的年初 因为疫情 整个政府体制要 整个政治氛围 全部都变了 然后再加上说 这个今年年底 大家要推出 2022年11月 这个地方选举的候选人 所以这个政治时序 基本上我觉得 到明年的年底之前 对于这种重大争议的议题 会变得非常非常敏感 对 那等于说对政府来讲 会手脚会绑得更紧 对 那另外一个也是要看 日本本身 他政治的动态 就这个 如同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 安倍在去年的8月26号 吴玉景宣布他 因为健康运速要辞职 然后这个9月16号 建议委上台 一直到现在 日本的政治 其实也跟疫情 就是也绑在一起 也绑在一起 然后内部的政治 这个状态 其实也蛮动荡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讨论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 所以我觉得 可能要等两边的 执政党的状态 这个比较平 比较平稳的时候 在处理这些重大的争议 这个政策议题 会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善意的话 这个完全台制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善意 完全无庸置疑 对 可是因为政治跟敏感性的 这个政策议题的操作 本来就是需要高超的 政治技巧跟政治智慧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日本的朋友 倒也不用太气馁 对台制之间的 这个友情跟这个善意 是日渐加温 对 所以就如同中山泰秀 傅大臣所提到的 台制不是朋友关系 是兄弟 是家人关系 对 所以相互信任感 是到目前为止 只是没有因为辅导食品 这件事情有受到任何的监损 这个是吧 我们刚才曾经有讨论过 这个国民党主席选举 如果张亚中当选以后 可能会对于这个国民党 对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但国民党主席选举 无论结果是谁当选 他们对日本的态度 是会怎么样 国民党在台湾 实际上台湾的在野党 无论是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总体来说是相当反日的吧 民众党倒应该没有吧 好像那个 没有很明确的态度 而且日语据说很好嘛 然后我上次采访 柯市长的时候 一见面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父亲日语非常非常好 我的儿子日语会非常非常好 我们家就我不会日语 然后就是在那里讲 就是他们应该是 应该是我觉得民众党还好 但是国民党的话 他有一种就是炒作抗日啊 炒作历史问题 来维持这个政党的这个正当性嘛 他觉得抗日战争是我带领打赢的 所以虽然这种诉求到现在为止 已经在台湾 特别在台湾市 基本上诉求的这个能量 是已经很小很小的 但是说比如像张亚中这些 他们这个传统的国民党的 这个国民党的价值观的人的话 还是跟这个历史问题啊 这个战争问题 还会放到很高很高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某种意义 是在迎合北京嘛 北京也是拿这个 所以这种一唱一和的话 其实我想在台湾是没有多大的空间的 那么就是说 当然说现在日本的代表处 之前面也经常有些统促党去抗议嘛 那基本上我觉得 日本也认为这不是台湾主流的声音 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说 张亚中他们当选了 国民党再次拿出反日路线 在台湾是应该没有市场的 对 但是如果比方说 这个像刚才讲到的高师爪苗 他常常去参拜靖国神社啊 或者他在很多日本传统问题上立场很坚定啊 钓鱼台啊什么 那国民党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什么 靖国神社参拜问题 或者钓鱼台问题又开始闹事了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虽然我不是做台湾政治研究的 我发现国民党 他的整个党的这个生态 跟他这个发展的路线 他没有去注意到一点 台湾社会的这个 他的动态其实非常快 第一个台湾是其实从古时候到现在 台湾是一个高度移民社会 台湾现在大概每十对的新人 就有一对是跨国婚姻 每六个新生儿有一个是混血儿 所以台湾其实他不是一个sitting dog 他其实是动态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动态非常高 所以younger generation 就是他这种年轻一代的 非常容易产生所谓的历史断片 就是他不会他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 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他不会一直carry在 就是不会一直就是去形塑 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 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是时空挫制 就搞错了 对所以去炒作这一个部分 跟现实上我们看到台日之间 非常多的实际交流跟互相帮助 而且你要注意到 没事的时候台日关系其实都还好 出坏事的时候台日关系都会升温 急速升温 例如说日本的这个三一大地震 台湾的大地震 台风的时候像这次疫情来了 台日关系都是急速升温 对所以包含中共对台湾日本的威胁 这些只要有坏事台日关系只会更紧密的合作 所以国民党操作这些议题跟意识形态 我觉得是时空挫制的搞错了 对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蔡英文总统 可以尽快正式访日 如果有能够实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台湾人民会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大家